在2011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纯白交响曲 男主一人身边聚集的多位漂亮女孩 甚至有人还要叫她主人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会有如此幸福的待遇 那我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欣吴的母校因为经营不善 且受到父亲杰基女子学员合并的建议 杰基女子学员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 所以欣吴等人将作为试验生九族女校 一到学校的欣吴就结识了自称女仆的安洁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男生进校 而小小的女儿赖鸣爱丽 则是最反对的那个人 学校里拒绝男生入校的核心内物也是爱丽 欣吴知道这个情况 便想努力地跟爱丽打好关系 以此缓解他们试验生在学校的尴尬气氛 不过状况百出 不小心看到女生们换衣服 又不小心撞到了爱丽的胸前 以至于欣吴有了四郎的称号 她完全无法把爱丽联想成两年第一次相遇的内伙 那时候欣吴的妹妹因来因为迷度 让欣吴去接她 由于一些意外导致欣吴找不到妹妹 最后还是爱丽找到了妹妹打电话给欣吴 那一次碰面 爱丽明明就很温柔 想不通的欣吴在草地上吃午餐 结识了学姐天语梅语 还被她幸福的木头杀了 因为校长提倡男女和校 是为了修正女生们平常因为没有异性存在 而不注意形象的行为 但在这所女校就读的男生 也基本没有什么形象 连换衣服都没有更衣式 只能在角落里换衣 而这次校长开了很多特别课程 来提升女生的女性魅力 第一档课程便是烹论课 刚开始的时候毛手毛脚而让同族的女生嫌弃 欣吴用她的耐心和气心 处辞了剥好的板地皮 能干得她被女生夸赞 这次其他男生也都纷纷效仿欣吴 男生们和女生们也终于合作起来 做出了很多的饭 老师当同学们把做出来的饭都吃掉 胃口瞧着女生都惶恐不已 于是男生们自觉地把饭都给干掉了 反正只要能让女生开心的事情 那就都得做 随后欣吴所在班级的班回课上 欣吴和爱丽一同被选为班长 意味着恶人要共事了 欣吴觉得很难 因为爱丽明确地说出讨厌和男生接触 表示不想跟她生交 这让欣吴很势头疼 而欣吴刚开始料理班级失误 还有点手忙脚乱 但慢慢的她也已经能够跟上爱丽的脚步 让爱丽有些满意 一天爱丽有事得提前回家 但是她作为班长的任务还有一大堆 于是欣吴便说这些她来包 她知道爱丽不想钱人情 于是便希望爱丽能够当她的补习道师 这些爱丽同意了 两人的关系也随着这次交谈而拉近一步 其实爱丽并不是特别讨厌男生 而是单纯看到欣吴会心烦意躁 青少女的悸动总是这样来得莫名其妙 欣吴在玩玩后和妹妹 还有美女学姐等人去了特家超市买东西 这天是超市的打折日 然而没想到的是 欣吴在超市里碰到了爱丽 爱丽正在跟大家说了她的秘密 那就是她因为自己的任性而离家独居 自己打工养活自己 大家知道后的十分的支持和理解爱丽 所以爱丽把他们都带回家 大家一起在小小的房间里煮饭 用餐 于是在第二天的午饭时间 爱丽也终于肯定欣吴他们一起吃饭 对欣吴的讨厌 总算不再那么强烈 爱丽也开始给欣吴兄妹两人补习 因为爱丽的改变 班级的男女生关系变得浓洽了起来 欣吴他们还为爱丽准备了生日惊喜 爱丽的妈妈从来没有帮她庆祝过生日 导致爱丽感动不已 随后的集中考试 因为爱丽的补习 大家都感觉考得不错 在欣吴和爱丽一起回家的路上 爱丽感谢欣吴他们没有把她的生活现状 看成她的弱点 毕竟身为女校校长的亲女儿 她做任何事都得优秀 爱丽开始会喊欣吴名字 开始会跟她说拜拜 就好像好朋友一样 爱丽觉得不可思议 当初聚集男生入校是因为讨厌变化 现在欣吴却承认她心中的与众不同 后来有天中午吃午饭时 女婆安杰跟同学打闹 不小心撞到了欣吴身上 她的发带掉了 导致安杰像个小孩般哭个不停 欣吴在放学后 却安慰她才知道那发带是女婆的象征 安杰一直都坚持走女婆的道路 所以特别在意发带 安杰觉得欣吴就像一把大伞 天气好时未能遮阳 天气坏时未能遮雨 所以安杰要把欣吴当作对手 开成女婆吃战 毕竟自从欣吴来了之后 班级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人找她了 所以第二天的安杰精神忙忙地打算帮人忙 可是一天下来都没有人把工作交给她做 导致安杰小马水到走廊打扫 结果半路就摔到了 还被欣吴他们碰见 欣吴立马责备她 这一点都不想女婆 一直到放学 安杰都禁不下心来 还是爱丽来安慰她 安杰才警觉 欣吴没有来安慰她 是不是想要给她自己思考的时间 安杰突然就明白了她的女婆知道 女婆可不是服侍所有人的 她想要服侍的主人 便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欣吴 安杰立马去请求欣吴成为她的主人 然后住进了欣吴的家 至此后空人数加一 在犯后 安杰和英娜还一起为欣吴搓背 这简直就是天堂啊 而欣吴之前偷听到梅宇学姐和校长的对话 校长说 梅宇成立了喵咪布 因为人少不算正式社团 有可能面临肺部 欣吴看得住梅宇特别喜欢小动物 所以她主动加入了喵咪布 现在喵咪布一共有三人 欣吴 梅宇和沙志 志是欣吴的同班同学 她很是讨厌欣欣吴 但是为了喵咪布的存亡 志只能跟欣吴一起去贴海报 那是她用心化的 然后第二天 那些海报就被学生会都拿去烧了 欣吴的之后 跑去火炉里抢救出了两张海报 因海报没有学生会准取的盖章 所以才会被烧 现在距离肺部还有一天的时间 可是妙明社还差三人才能成为正式社团 于是英兰和安杰主动加入 便还差一人 艾迪害怕小动物 所以欣吴并无邀请她 等到傍晚放学 艾迪和欣吴遇上了大雨 于是艾迪邀请欣吴到她家拿伞 路上两人都淋湿了 艾迪便非要欣吴跑完早再回去 免得感冒 结果一来二去就用那个这个 然后也变成两人一起泡澡了 直接坦诚相待 于是第二天 艾迪也申请加入了 妙明部凑数 这下妙明部保住了 只是表面上对欣吴很是抗拒 其实内心也因为欣吴对社团的努力 而喜欢上了她 只将可可给梅雨喝 梅雨喝了一口后 又递给了欣吴 说是愿意跟欣吴间接接吻 一旁的梓难受的跑掉了 其实 她有准备欣吴的那份可可 只是没机会拿出来 而原因 却只是单纯的因为傲娇 在这天早晨 欣吴到了妙明部 大家却制造让她跟梓 单独相处的空间 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梓的感情 至于未落证的欣吴贴膏药 然后特地提醒 膏药很臭 不要接近其他女生 让她们害怕 可实际上却也只是美名其约罢了 欣吴和梓的和谐相处 在玩了眼里 却变成了在交往 放学后 欣吴和梓在公园里交谈 直到她喊自己杀志 欣吴说了 大家误会她这样在交往的事 于是梓憎憋住心里的难过 说会和大家说清楚的 而且她知道欣吴喜欢的人 是梅雨学姐 因为她询问了 欣吴和梅雨对对方的感觉 有人都说了 在对方的身边时 会感到安心 只有一些不甘 但又自认比不过爱动物的梅雨 有天有人讲两只 用猫丢在喵命部的门口 梅雨他们自然无法做事 不管 所以收留了小猫 但它们不能收养流浪猫 也一直没有找到营养的人 两只小猫对欣吴和梅雨的名字 有特别反应 于是大家给它们 直接取名欣吴和梅雨 一旁的纸虽然难受 但也只能笑着支持 而爱丽在这个时候 竟全程变成了路人 官方可是直接通过猫咪 直接管配 但对于纸来说 她只希望欣吴认过幸福 之后梅雨为了照顾小猫咪 一整夜守着它们同校值班 导致第二天她就感冒了 可为了喵命部的经费 梅雨还在兼职 即便生病了 她还去工作 还打算打完工 继续回喵命部值班 而得知这些的欣吴 立马去找梅雨 男儿刚找到梅雨 她就昏倒了 你说巧不巧 于是欣吴带着梅雨回家 牵着她的手一整夜 等到第二天梅雨恢复后才回家 而老师也在帮忙 找到了一户 要领养猫咪的人家 但是他们只领养母猫梅雨 被剩下的公猫欣吴 有些寂寞 这时至日便坚决地说 她要领养欣吴 既然得不到人 那么只能得到 欣吴名字的猫 来给自己慰藉 之后梅雨邀请欣吴去她家 大谢欣吴的照顾 欣吴去了 还详识了梅雨的妈妈 不过几周欣吴 却因为妈妈太过年轻漂亮 而认为她是梅雨的姐姐 妈妈还特地不说出自己身份 来调戏欣吴跟自己交往 在经过考验后 妈妈也算是放心 将梅雨偷付给欣吴 可是爱丽怎么办啊 欣吴竟然在梅雨家待到了半晚 回去半路上 发现了拉了手机 便又折回去 结果还看到了梅雨的同体 两人都羞得不行 但第二天去学校 却又当没事人一样 而只还特地问了 欣吴在梅雨家国的怎么样 她还拍了自己和欣吴猫的合照 想要送给欣吴 可是在看到欣吴和梅雨 两前相约的场面后 她又难过地离开 冷不住哭泣 却被爱丽撞见 爱丽都看在眼里 她算是最早抽身 没有陷入爱情的漩涡之中 难过几天下来 欣吴猫和梅雨猫 因为离开了彼此都不吃不喝 所以梅雨猫被送回了妙命部 只不甘心 但还是说梅雨猫她也领养了 不过大家阻止了 跑回家去带欣吴猫来了 梅雨反对只养猫 是因为只对猫过敏 但是她不舍得欣吴猫的离去 所以坚决领养了自己的情敌 梅雨猫 而很快 真正的打击终于来了 一次欣吴和梅雨 一起在社团里等待时 欣吴忍不住抱住了梅雨向她告白 她说只喜欢梅雨一个人 梅雨很开心地回应了她 而人的对话被只听见了 她伤心地跑到公园去 在暴风雨中哭泣 爱丽找到了她 安慰她别再喜欢男人 其实这也是在安慰她自己 因为爱丽也喜欢着欣吴 只在家调解了一天后 又想没事的呢 回到了学校 她果然还是忘不下欣吴 想要给欣吴幸福 甚至跟欣吴说 如果到时候被梅雨甩了 可以选她做女朋友 但欣吴觉得她在开玩笑 而且拒绝了 只把手机后给了欣吴 导致每一次的影响 她都在期待 是欣吴打过来的 半夜也总是忍不住 想给欣吴打电话 圣诞节快到了 只提议帮欣吴 一起准备送给梅雨的礼物 在此之前 梅雨主动说圣诞节那天 要在欣吴的家里过 在圣诞节到来后 只爱丽安洁 他们一起过了圣诞节 只和爱丽都喜欢着欣吴 此刻他们也都在心里决定 除了欣吴 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 不和其他人谈恋爱 而欣吴和梅雨在房间里 则正在不断地接吻着 难道学校合并的工作 进展的并不怎么顺利 为此一开始反对合并的爱丽 反而动员大家 联名签字支持合并 爱丽的妈妈 很是欣慰爱丽的长大 最后学校真的合并了 欣吴和梅雨 要开始创造 属于他们俩的美好回忆了 而爱丽这原来的正宫 却似乎就这样被踢走了 可怜之 虽然最后也解开了心结 但却说出了 再也不会像爱欣吴这样 却爱一个男生 故事结束 这部动画呢 能完全看不出谁是女主 一开始出场 是以欣吴找妹妹展开 那时候欣吴让妹妹发一张 她在哪里的照片 结果妹妹发了一张自拍 欣吴看得是满脸开心 我还以为女主就是妹妹呢 而后面爱丽的登场 一度又让人以为是女主 直到梅雨和纸的出现 甚至我还以为女主会是纸 毕竟自古凹娇妹 都能达获全胜 没想到最后竟是梅雨获胜 而梅雨的身高是146 新屋的身高是171 简直就是最猛身高差 这对CP倒也不错 全程最古逼的就是纸 真的是苦情剧情 不知道各位小可爱 觉得哪个少女最好看 少年觉得还是梅雨妈妈最好看 谁说梅雨妈妈不是18岁的少年啊 我是少年 又迷恋又可爱的矫情人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